花莲林区管理处为了振兴主产业 与副理香农会携手推动主产业的微型产业链 推出了获得国际香水大奖的潘雨晴所设计的 首款竹香水君子之心正式亮相 还推出知青最爱的竹林解忧秘境 以及时尚竹边工艺 还有烧制防蚊足醋液等 展示竹林资源多元活化再利用的成果 体验李山经济的魅力 花莲林区管理处为了振兴主产业 与副理香农会携手推动主产业微型产业链 推出了获国际香水大奖的潘雨晴 所设计的首款竹香水君子之心正式亮相 味道清晰舒畅 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除了竹林葡萄 竹子的产业很多可以做之外 我们今天还发布了一个属于副理的竹香水 这些都是我们跟我们的李山伙伴 我们的上级主管机关林务局一起合作开发的 另外更是推出知青最爱的竹林解忧秘境 时尚竹边工艺以及烧制防蚊足醋液等等 展示竹林资源多元活化再利用成果 体验李山经济美丽 所以我们希望农业的六级产业能够更丰富 除了有好的产品好的商品 还有好的旅游的景点 然后可以带给大家来这里复理旅游的人 我们的五感行销 不管你的嗅觉味觉 还有包括你要买的伴手礼这些都可以有满满的惊奇 领馆处也将持续服到复理箱农会发展在地主产业经济 让主产业链从生产设计销售管道竹林生态旅游等串联起来 体验多元主产业复苏带来的李山新旅行 创造花莲旅游的新亮点 记者高双双副理箱采访报道